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想今天这个行情呢 当然连续的两天大涨之后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拉回 当然是非常正常的 那这个行情呢 我必须跟大家谈就是说 其实投资朋友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 他怕 他怕什么 现在落下来 像今天 对不对 今天跌下来 他会怕说 是不是要再往下跌 对不对 那涨的时候呢 他手上又没有 涨的时候 他手上又没有 那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 你就要必须去特别注意到 拉回来是不是一个买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陈老师啊 我依然要跟大家来谈 今天的拉回来 当然是你一个很好的机会 再好不过的机会 那可能是很多投资朋友怎么样 就怕 但是你在怕的过程当中怎么样 你必须要听陈老师讲一讲 这个地方啊 我要必须跟大家谈就是说 我陈老师我有跟大家说过 我说我为什么要休息四个月 你这四个月当中 我相信怎么样 你不管TVK也好 你不管宏达电也好 你不管是很多的很多的电子股 我说是在位 你怎么买 怎么买 我可以谈 对不 那我相信 从我八月一号开始上节目之后啊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看一下这里 从我八月一号上节目的时候啊 其实我就跟大家谈到了 不管是TVK 它已经跌了四个月了 不管是宏达电 它已经是 我四月一号休息嘛 对不对 已经跌了四个月了 那在这个四个月的当中 我相信你怎么买 应该都是怎么都赔啊 那我再出来 我必须跟大家谈 你的机会是来的 我今天我陈老师跟大家谈为什么 第一个重点 很多股票啊 我常跟大家讲 它最重要是什么 最大最大的利多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 它跌得怎么样 它跌得够深了 一个股票跌得够深了 就是最大的利多 一个股票我常跟人家讲说 在创新高 对不对 不断的飙 当然很多人喜欢嘛 但是一个股票最大的利空 不是它基本面装好 我常跟大家谈一个观念就是说 一个股票怎么样 它最大的利空在于哪里 就是涨得太高了嘛 创新高嘛 那这样当然是怎么样 当然很多人喜欢 但是相对的怎么样 风险也会比较大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 你不要看出今天拉回来 我个人认为怎么样 拉回来很好啊 我拉回来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拉回来怎么样 你当然还要买 还要 还是要买什么 还是要买什么 很简单嘛 从我8月1号一路的跟大家谈 谈怎么样 包括TVK 包括宏达电 对不对 包括汉维科 包括大力光 今天拉回来 当然还是要买这些股票 当然还是要买 很多人都问我说 陈老师为什么这么执着 我称这四支股票就是 电子股的四大怎么样 四大主流 你不管今天汉维科 汉维科跟大力光这个叫股王之争啊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汉维科跟大力光今天拉回来了 你来看看 当然1000块的股票 1000块的股票有人不敢买 但是我今天跟你说 就是你不敢买 他会继续会去 有人说 今天买一张大力光 今天买一张汉维科 我还要100万了 我说 你不买的人 他也是会去你 没办法 那另外第二个族群 我还是要跟大家谈到什么 宏达电跟TVK 你不要看今天宏达电拉回 你不要看今天TVK好像 欸 对不对 稍微震荡 走高 可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这都没什么 因为我还是要跟大家谈那句话 就是说 进三退二 或者进三退一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这没有什么 宏达电也好 TVK也好 涨那么多了 大力光跟汉维科涨那么多了 他今天从底部上来也好 他今天在这个地方股王之争也好 这四个体材非常的重要 这四支股票 我一直跟 我从八月一号上来 最近很多人 很多救会员 都来找陈老师 陈老师非常高兴 每天都很忙 但是我也跟他们说 我也是跟这些救会员 不管你的老师怎么讲 不管我后面的老师怎么讲 你不要去听那些的 不是说那些老师话不能听 对不 我陈老师已经说过 我都要跟四个月 我都来带上班 你是在怕啥 我都说陈老师今天拉回来 拉回来 那是你正好的timing 你今天起来 你也红达店 TVK 大力光 还有汉维科 你起来你也怕 你落的你也怕 你起来你也怕 对不对 进三退二 进三退一 你都在怕 那我今天说句实在话 那我怎么帮你啊 对不对 我能帮的 每次你跌的时候 你就是在那边一步死气沉沉的 今天又落了 落是怎样 落就是要买啊 为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嘛 我陈老师是不是说过 有行情我当然来 跟大家共襄盛举啦 有行情我当大家 跟大家共襄盛举的时候 就拉缓 你当然要买啊 对不对 我没行情的时候 我就不见了嘛 我不见你就知道 那些老师一直叫 一直叫 一直叫 有用吗 就像最近的TVK 这样拉上来 每个老师都嘛有 我后面的老师都嘛有 但是那是重点 那不是嘛 你在我过去休息的 这四个月当中 你不也喊TVK吗 对不对 那 我今天这样讲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陈老师 一直跟大家谈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股票最大最大的利空 利多在哪里 跌无可跌了嘛 你今天一支六七百块钱的TVK 一路的买下来 买到剩下三百块不到 你不敢买 有人说TVK 会不会开始怎么样 怎么样 有人说宏达店要怎么样 又怎么样 各位投资朋友 我告诉各位 任何的利空 任何的压回 都只是方便怎么样 主力 方便大股东 方便外资 方便法人进货嘛 今天我跟大家谈一个最简单的嘛 一个股票拉的半天天高 他一直出力多 你适合去追吗 就像一千三百块的宏达店 你能买吗 一千三百块的宏达店 你不敢买 你反而去追怎么样 追一些乱七八糟的股票 那你能赚得到钱吗 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很简单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地方 机会无限大 对不对 我常常讲说 股票市场里面 总是要怎么样 非常热 非常热的时候 大家才会开始 关心 才会开始想要买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这样怎么会赚钱呢 你这样怎么会赚钱呢 你当然是要在忍的时候 当然是要在今天 比如说昨天涨 对不对 你不见得要追高嘛 但是今天跌 你反而怎么样 要更积极嘛 但是人家不是 啊今天你又落了 对不对 起来的时候说 啊 这这没买到啊 我陈老师跟大家谈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怎么帮你 对不对 那但是我陈老师 我不是跟大家说 最近参加的人很多 说陈老师你又回来了 对不对 还做点盘运通 我们就很开心 看下去 我看下去我开心 你没关系你就要做 对不对 你不可以在那里闪闪嘛 对不对 你今天你说 起来漲停板 没有 TPK都没有 那 那我要怎么讲呢 大力光创新高 没有 那我今天怎么讲呢 那 难道是大力光创新高 或者TPK大涨 或者宏达电大涨 或者等到汉维科大涨的时候 我再来跟你讲说 啊 你赶快进去买嘛 当然不是嘛 所以我陈老师 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谈 第一个重点 你不要去买一些乱七八糟的股票 一天成交量不到300张 不到400张 那个叫老鼠会啊 当然他每天涨停板嘛 对不对 你今天你去找那样的老师 就是每天看他涨停板 各位投资朋友那你就高兴 问题是他没有量啊 那三四百张四五百张 就能涨停板的股票你敢买嘛 对不对你也买不到嘛 那我今天我跟大家谈的是有量的 我今天跟大家谈的是 是你真的能够赚得到钱的 而且是人家认同的 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股票 我当然相信有的人他也会去追 他也想要获利 他也觉得说啊 这股票会涨 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 这些股票以后他跌下来的 会不会非常非常的七七残残 对不对 你看那个生技类股 之前大家讲的那个样子 我今天不要举什么生技类股 有没有涨 你就观看几支股票 合一跟基因 基亚最早涨的 你知道吗 现在都已经到了起涨点 有的都像那个基因都已经跌破了 已经破底再破底 现在现在涨一些生技股 是那个之前那个没涨的 那你就可见了你看基因这个股票 你看很多的一些一些生技类股 都已经跌破了他的起涨点了 那些最早涨的都已经跌破了起涨点了 那剩下来的一些 对不对 一些还没涨的 他现在在上你能去追吗 我这样讲你懂吗 对不对 3D列印也是一样啊 之前大家什么第三半 我今天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那都不是办法 你一个当然相对的 我曾老师常讲说 宏达电队有的人 1300块的时候那是看的怎么样 非常的好 对不对 非常的棒的 那今天当然大家都是怎么样 吹嘴爛啦 对喔 TPK也是一样 对喔 但是你不能这样想 你今天你要贪钱的人 你要想说 我今天要买比较低 但是大家都会讲 大家做不到 每个人都会讲说 股票简单 就是买最低卖最高 那你干嘛还要去追 那个一直涨的 那你现在 你大家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嘛 所以我曾老师跟他谈的就是说 其实最重要的重点 我曾老师 我有时候我不太喜欢跟大家谈什么 支撑压力那些的 因为我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 你没有行情 我说我休息 我休息了四个月了 有人说曾老师 所以威胜第二是哪一支 我跟大家讲 不是说我今天曾老师出来 我曾老师出来 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观念 跌得够深就是最大的利多 来拉近一点 拉近一点 拉近拉近 来拉近 这个股票喔 我知道有说过来拉近一点 我昨天有讲过喔 我昨天跟大家谈就是说 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看那个喔 不断的怎么样 不断的一直涨 他其实很少会去注意那个怎么样 跌的 就像你TPK 对不对 跌停板跌停板 再跌停板 市场上骂得要死 尤其像我后面很多老师说去在幸灾乐祸的 一堆啊 对不对 TPK有什么用 当然这两天TPK从295块 你还记得吗 这一天 你接你TPK要是能够买的比我低的话喔 那我说真的你也不用来找我 你也要来找我 有一些很久的 有人说陈老师啊 TPK我买比你低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买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这一天是8月7号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说明天8月8号啊 我说明天8月8号啊 好日子啊 我说啊 TPK啊今天跌停板啊 TPK起来 来来来来 近一点 我今天TPK跌停板啊 跌停板又怎么样 我后面的老师骂我骂得要死啊 辛灾乐祸的一大堆啊 对不对 说风凉话的一大堆啊 对不对 TPK能买吗 宏达店能买吗 夭壮 我告诉各位 对没有错啊 那我休息了四个月 我也没买啊 你干嘛骂我 对 你要去骂要骂 你旁边的人嘛 你旁边的TPK 从上面六百多块 一路都买下来 又不是我 我休息四个月呢 我是告诉你说 我再出来TPK是可以买的 8月7号这一天 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萊拉今年 大8月7号 我说明天8月8号 哪有人讲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讲 我说明天附金节啊 今天跌停板 今天跌停板啊 我说TPK啊 会不会有100块的大利润啊 全市场 那一天只有我这傻子一样的 你看一涨上来 大家都说 为什么TPK能买 你知道我告诉你 因为他拉回了什么 季线 因为他拉回了什么 打双底 反正我告诉各位 反正怎么讲都对啦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TPK你看看这一天啊 8月7号 8月7号 我还跟你讲说明天是父亲节 啊 父亲节好日子 好日子 我给大家明天一早 你看看 我还这边还特别写 来拉近一点 我说这也不错啊 这那么多巴 你今天跌板不是都要巴 哦 你这跌板就漂亮了 巴巴巴 五巴 我发 你看我就是差白 可是就是好嘛 我那天一早 第一通 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时间点 看一看 也要看一个红水时间嘛 对吧 来看一下这也拉近一点 8月8号 我想说这一天不错啊 8点 我还58分 我想说快9点了 先扣一通 今天TPK 跌停板 前一天跌停板 今天开盘是这样 富亲节大力 一定要把握 一定 各位投资朋友 讲难听一点 那一天 来看一下这个是 前一天跌停板的TPK啊 这一天啊 8月8号50 你来早点call 来拉近一点 你不早点call还不行 再拉近一点 我跟你讲 你不早点call你买得到吗 这一架直接下来 19点一开盘 你市价敲 各位投资朋友 你说你买的比我低 那你买多少 295 全市场有哪一个老师 TPK买的比我低的 我随便他 但是我不是说在夸耀说我行 我只在夸耀说我运气好 这样可以吗 讲也不是说讲一天了嘛 全市场都马上会掰 为什么TPK会涨喔 我跟你们讲啊 拉回季线打双底 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那个TPK喔 我告诉你 从六七百块拉回来 每次一直跌 就说拉回季线打双底 只要一谈就有人讲 那你那老师每天在搞那一套 那TPK从六七百块拉回来 曾经有多少机会拉回季线 拉回均线 你每次拉回来都打双底 那问题是你打双底买进去 又套牢又继续赔 那我不是跟你讲 我休息四个月 我也不会跟你讲什么 拉回什么线 对不对 什么 我教你一个方法 教你怎么赚钱 每天都在教 教什么 那我今天我不是跟你讲 很简单 有的股票就是 我们今天说 一句比较比较的 股票市场 谁知道今天王雪红 对不对 要实施库藏股啊 有人说今天陈老师 今天红达店秀回来 可以拉回来 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啊 我讲真的啊 要是我就买啦 搞不好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宏达店喔 你要小心啊 比如说明天礼拜四 对不对 比如说明天礼拜三嘛 比如说明天礼拜四嘛 比如说明天礼拜五嘛 你今天没买宏达店了 我跟你讲一小几礼拜五又大涨 我干嘛跟你讲那么多 但是很多救货员最近来找我 说陈老师你教我怎么买 我说我不会教你教学 教学没有用 我告诉你一支股票 我休息四个月 有人教学从上面 只要当天反弹拉开 他就跟你讲 我教你怎么买 问题是你买了又套牢啊 可见那个教学是骗人的嘛 教什么学 我今天我告诉各位 我都不要教学 四个月就是我休息 没方向啊 你这四个月你怎么教学 你怎么买下去 也是套牢 也是停顺 又停顺 又停顺 又去去去教学 你是要教到 我教到民国几年 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股票市场里面 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休息四个月 为什么我在八月一号要出来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 现在已经看看 我刚才有讲过一个 有跟你谈过一个事情 对不对 你要注意一下喔 下半个月 今天几号啊 今天应该快要半个月了嘛 我不是跟你讲下半个月吗 你有没有觉得我陈老师喔 我讲股票 我讲股票讲了二十年了 你有没有觉得我讲股票很清楚 很清楚的 你有感觉吗 你有感觉吗 有人说要看陈老师的这 不说你怎么要看 公公廟很清楚的啊 不是说这边 支撑破了 万一破了就跌 支撑站上去就涨 教学 我跟你讲 教学没探级你知道吗 马英九的教学教太多啊 都是数字嘛 那我今天跟你讲要注意了 为什么 我一直跟你谈啊 来拉近一点喔 我不是跟你讲下半个月吗 今天几号 今天要用十四还是十四 来拉近一点 明天十五了嘛 明天十五了啊 是不是下半个月了 下半个月开始太阳人要注意一下了 有没有听到 我跟你讲太阳人喔 明后天如果有机会再拉回 最好礼拜四礼拜五再拉回 那一个点 现在你要等 太阳人这一个族群 只要再拉回一次 有时候跟大家讲太多喔 我觉得 你会买吗 不会 很多人很多就会 就会打电话来说 陈老师知道我那dbk都卖在低点耶 宏达店也是耶 还要买喔 我就跟你讲 我今天不是跟骨灰人说 我孝困四个月又带的 你就对我做嘛 我孝困四个月 你找很多的老师 有贪 都在跟你骗 你有看我陈老师 我有欺骗 我就无论 我孝困啦 我孝困都知道喔 我带的 你就对我做嘛 你今天要跟你说 因为什么 有什么完音 因为 不是什么完音 因为 不是什么完音 我是要怎么说 有人 改双 改双 很久 我感觉股廟很简单 他自己说一说就好了 有什么看 说到要睡去 我正好是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很简单 很简单 股票市场里面就是要大跌 大跌跌跌跌跌跌到最后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卫生涨临漫 对不对 我正不是跟你讲 你快来找我嘛 我说有些十块的股票喔 来拉近一点 你看看这一支 欸我跟你讲喔 这种喔 跌到已经剩骨头了 跌到了剩骨头 那陈老师还有那十块的喔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你就 我会讲 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你今天你说大力光 诶 捍卫科情 一千五日买 不要紧嘛 你送我送 哪有要紧 对不对 这个宏达店DPK 你说啊 我不敢买 那我也没话说啊 那都起到这样啊 对不对 你想去宏达店礼拜五 我跟你讲 很多事情我不能讲太多 你知道意思吗 你今天不敢买 礼拜半慢慢掌临板 欸 不好意思 宏达店今天怎么起床 你今天乱你怎么没买 你今天看TPK今天比较强 不是说明天在TPK落下的掌临板 不是这样喔 但是你要去找什么 你要怎么找 既月圆你要怎么找 你要重点你怎么找 我陈老师不是告诉你吗 我说昨天对不对 威胜拉掌临 对不对 今天拉回来 是要买还是要卖 我今天再讲一遍喔 我再讲一遍 我今天跟你讲一句话 昨天五百多通电话 我跟你讲 来看一下这里 看一下这里 我今天没跟你讲 10块吗 陈老师还有10块喔 我10块你不敢买 有没有量 这次股票有没有量 200张吗 还是2000张 来看一下这里 看一下这里 看看2万张 我陈老师我告诉各位 如果我今天是开老鼠会的话 五十五百张掌临板 我每天掌临板 我喊你啊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 你买得到吗 不是你看看这股票 10块钱的股票居然来拉近了 2万张欸 2万张欸 10块钱的股票能2万张 那你可见得它后面呢 我昨天不是来讲吗 我的股票一定有量 虽然是低价但是有量 不是500张的欸 各位来拉近你看看 那我今天告诉你 它是不是底部 那今天为什么2万张 我今天是不是告诉你 你赶快来店 我带你一个月 赚了钱再说 短天期的 今天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今天你不敢买 红达店没关系 你不敢买TPK没关系 你不敢买大力光 你不敢买换围科 我告诉你 你不敢买太阳人都没关系 后面起来你慢慢看 但是我今天我跟你说 这支股票 你都不敢买 今天这支股票 我还给大家一次机会10块 你看这个破烈这样子 我告诉各位来拉近一点 乌鲁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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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转天气最后一天 我们下阶段再回来 一户丝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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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勿惠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用心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头痛 请用预分出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之 五分之 快告好 爸爸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敢买 这边真的会有大行情 我告诉你 真的会有 就会员 一个月 一个月短天期 最后一天 今天这支股票 10块 你如果不敢买 我没办法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 背包 背 神水器材轻松 查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尊重著作权 就是保护创作人的生命 请支持合法授权 保护智慧财产权 5股周子阳中央特区 黄金轴线 亮眼球形 多元路网 动能便捷 建筑旗舰 艺术地标 预约两年后增值富裕 捷运商圈公园宅 未来附8295-0333 预防狂犬病 请提高警觉 如何预防被动物咬伤 1.不控制野生